旅日华侨华人纪念反分裂国家法实施15周年座谈会6月2日在东京举行 活动通过日本头条线上直播的形式进行 众多在日华侨华人收看该直播提高了对反分裂国家法的认识 来自日本多个华侨华人社团的代表作为嘉宾参与座谈会 在日中国科学技术者联盟会长 全日本华人促进中国和平统一协议会执行会长杨克简 担任本次座谈会的主持人 座谈会开始后 杨克简首先向大家介绍议程 并简单介绍了反分裂国家法的背景和意义 日本华人教授会议秘书长 全日本华侨华人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执行副会长刘迪在致辞中表示 反分裂国家法的诞生有其特殊的背景 它是一部倡导和平的法律 体现了全体中国人民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定意志 条文虽然不多 却旗帜鲜明的亮出底线 记住本世纪后 台湾岛内出现民粹主义竞争 激进主义崛起 这种极端的意识形态岂有可能破坏地区秩序 情势紧急 正是在这个背景下 这部法律诞生 刘迪教授还指出 反分裂国家法的立法目的是遏制岛内台独激进势力 给台独明确划线 第八条规定了三种情况 国家得采取非和平方式及其他必要措施 这是底线 这部法律将底线公之于众 不仅中国大陆知道 台湾以及世界各国也都清楚了解两岸关系可能失衡的底线 这就让全世界都读懂了在处理两岸问题上应该采取何种态度 因此 这部法律从本质上来说也是和平之法 其实信后的15年来 两岸维持了和平状态 这说明这部法律是成功的 实现了其立法目的 日本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秘书长苏林至此表示 反分裂国家法是非常特殊的 它是采纳包括海外华侨华人在内各方面提议后制定颁布的法律 该法设置了三条红线 第一条 台湾当局明确宣布独立 第二条 外国势力介入 第三条 失去和平统一可能性 统一不能拖 不但要有路线图 而且要有时间表 当前两岸关系严峻 以台湾当局不争当言论有关 全日本华侨华人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副会长兼秘书长谭晓兰在致此时说 反分裂国家法维护国家主权 维护两岸和平 维护民族尊严 15年历程让两岸同胞清楚认识到回归才是出路 也让广大海外华侨华人牢记使命 不忘初心 携手并进 砥砺前行 尽每个人努力促进和维护祖国的和平统一 全日本华侨华人社团联合会常务副会长 全日本华侨华人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 执行副会长许格在致此时表示 这不反分裂国家法的实施 标志着国家领土和主权不可侵犯 打击各种妄图分裂国家的行为 海外华侨华人都希望祖国能够尽快实现统一 作为民间团体的华侨华人社团 要多与台湾同胞交流 通过他们去推动和扩大祖国和平统一的影响力 黄斌山手中华学校校长张延松在致辞中表示 中华学校对华侨子弟坚持爱国主义教育 坚决反对台独 支持祖国统一 1949年新中国建立至1972年 中日邦交正常化期间 我校高举全日本唯一一面五星红旗 彰显学校反读促统决心 1952年秋季 台湾海军和日本警察曾先后进入校园 干扰学校开学典礼 但丝毫未能动摇大家支持新中国的决心 中国心 中国情 教育从未停止 最后大家一致认为 反分裂国家法以宪法为一句 是国家意志和人民利益的集中体现 充分表达了全体中国人民尽最大努力 争取祖国和平统一的强烈期望 反分裂国家法实施15年来 对遏制台独分裂势力 维护联安关系和平发展 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国际形势和联安关系如此复杂严峻的当下 举办纪念反分裂国家法实施15周年活动 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充分表明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 维护统一的坚定意志和充足信心 并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全体在日华侨华人将一如既往地 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势力主张 坚决反对外部势力干涉中国内政 如日侨胞呼吁 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海内外中华儿女 能够积极顺应历史趋势 共担民族复兴重任 为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推进祖国和平统一 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